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肯定听人说过类似的话 咱俩磁场不合 买个仙人掌吸收电脑辐射等等 这里面提到的磁场和辐射就是电磁波产生的 但你可能并不知道的是 电磁波其实有很多种 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红外线 X射线 伽玛射线以外 还有一个近几年在国际上越来越被重视的电磁波 它就是派赫兹 也被誉为改变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 刚才小片中提到这个 泰赫兹技术是改变未来的十大科技之一 那我相信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 那么为什么会给泰赫兹技术一个这么高的评价呢 泰赫兹又是什么 朱教授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首先呢 泰赫兹是一种电磁波 它是位于微波和红外波之间的这样一个电磁波段 被誉为是人类电磁波普学上最后的处理地 为什么会给它这么高的评价 主要是基于它的三个特性 第一个呢 它能和我们一般的有机物 比如说碳氢氧氧氮组成的DNA 发生了大分子集团的共振 这个共振的频率呢 正好落在泰赫兹波段 换而言之呢 用泰赫兹能很轻易地检测出 这些有机物的大分子集团 知道有机物是什么东西 第二个呢 它的穿透力呢 非常好 能穿透包括我身上的西装啊 等等这些衣物 第三个呢 它对人类没有伤害 所以基于这三个优点呢 人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很多很多应用 所以呢 认为它是改变世界未来的 是大进化之一 那么朱教授 他和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红外线 紫外线 微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紫外 它是有穿透性 但它对身体的伤害很大 比如说烧在皮肤上容易致癌 所以它被认为是杀菌的一种很好的手段 再比如说微波 它呢 穿透性太好了 但成像精度呢 又不够 而且呢 不能和大分子集团发生共振 所以呢 它被认为是通讯的一个很好的手段 所以呢 泰赫兹呢 它在生物 安防 军事等领域呢 有着其他波段不可听闻 你不要玩什么哦 不玩什么呀 我把这个弄完 水是世界上一切生物来以生存的源泉 生命因水而璀璨 水运于万物生长 有了水才有了生机盎然的大千世界 在人体内部细胞中 70%以上都是水分子 水是决定人体健康的三大要素之首 水是生命之源 更是健康之本 老子道德经有云 水利万物而不争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有专门叙述水部 水为万化之源 土为万物之母 饮食是人生的命脉 而人的饮食均源于水土 好水是百药之王 坏水是万病之源 美国著名科学家巴特曼提出 水是最好的药 水是地球上最有灵性的物质 那么什么样的水被称之为好水 能让人体细胞快速吸收 加快新陈代谢 增加细胞活力的水 我们称之为好水 那么如何生产出好水 在20世纪80年代 美国科学家发现了一种 与人体细胞振动频率一致的光线 钛赫磁波 它是光能量的一种 频率在0.1钛赫兹到10钛赫兹之间 可以与人体细胞产生共振 从而激活细胞 恢复受损细胞和自由基 排除人体毒素 被科学家称为生命之波 在2004年 美国政府将钛赫磁科技 评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 而日本于2005年 更是将钛赫磁技术 列为国家支柱十大重点战略目标之首 我国政府在2005年11月 专门召开了香山科技会议 邀请国内多位在太赫磁研究领域 有影响的院士 专门制定我国太赫磁技术的发展规划 你们听到我的声令吗 如果听到我的声令的话 好不好 按一个一 听到 好 听到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出席今天晚上 这个太赫磁的这个洋解会 那么 谢谢你们抽出宝贵的时间 我们都知道 现在都是新年假期间 那么 无论你是原有的经销商 或者是你被邀请来的这个 听众 那么 再次欢迎你们 出席今天晚上的这个 讲解会 今天的讲解会呢 就是由我们这个 可爱可亲的这个 干坡博士 虽然说是博士了 那么 我大概跟干坡博士接触 有 大概有五个月吧 那么 他的人就是 可爱可亲的 那么 很容易 亲民 今天晚上呢 让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 Roger 那么我是 跟干坡一样 住在新加坡 那么 欢迎 我相信今天晚上 有新加坡的 也有可能有台湾的 相信 马来西亚 那么可能 还有世界各地的 不同的地方 来到当 没有声音 Roger Roger 按到了 不好意思 听到吗 哈喽 可以了 可以了 不好意思 好 我就来介绍 我们的干坡博士 干坡博士呢 他曾经 这个担任 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的博士 那么 他是这个 除了博士 那么他有硕士学位 就是浙江大学 材料科学系 那么也是学士 那么他也是曾经担任 浙江大学材料科的这个学习 那么他也是这个MBA 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大学 这个读书的 那么他曾经 担任这个新加坡 这个新加坡共和理工学院的高级讲师 不只单单是讲师呢 那么他也曾经担任过新加坡 安杰伦科技高级工程师 他同时也是新加坡藤莱半导体首席工程师 很多这个学位 那么再来呢 他也是新加坡这个情绪动力首席的 培训师 那么除了之外 他有这些博士硕据的学位之外呢 他有一个独创的 就是一个服科 服流科技与能量 医疗的科技 那么他也是 这个国际服流导师的 培训系统的老师 那么干坡博士的专场呢 是擅长于服流 疗愈 那么还有这个自闭症 多动症 养殖症 焦虑症 那么阅读障碍 那么许许多多的 那么还有这个失明症 最后呢 他也帮助那些许许多多 有这个精神 这个分裂症的这个 这些病人 那么呢 他曾经呢 多年研究水与生命的互动 那么除了之外呢 他也跟这个世界级的 这个所谓的水专家 Jerib Pollack 曾经的一起的 这个探讨过这个 水的科目 那么也曾经在他的 这个 所谓的这个课程当中 也与他学习 那么这个水专家呢 他是世界级的水专家 那么曾经也是 华盛顿大学的这个 教授 那么也同时呢 Jerib Pollack 也同时是这个 诺贝尔提奖 这个 所谓的这个 诺贝尔奖的提名者 那么相信我们今天晚上 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期待 那么我就不多说 我们再次 欢迎我们的干波博士 那个开始来为我们 演讲今天晚上的课题 欢迎干波博士 你们听到吗 听到我讲话吗 对听到了 听到 好的 谢谢大家 今天是大连初期 人日 是每个人的生日 谢谢大家 今天这种宝贵的时间 来在这里 我们做一个 Zoom的分享 谢谢Logia的精彩 介绍 我非常荣幸 今天因为在客户 在谈客户 急急忙忙之中 来不及回到家里面 所以在外面找了一个摊位 然后接上无线店 能够给大家开展Zoom 这个经历也很特别 很奇特 希望等一下 可能有一些状况的话 请大家原谅一下 我的手机 都是保证通畅的 这是没有问题 接下来 我给大家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太和之水 我们讲到这个水 就不得不讲到 上善若水 水其实是一个变化万千的一个东西 但是水有它很最基本的一些品格 值得我们人类借鉴的 所以在学习我们上善若水的时候 我们也了解 其实水有很多很多美妙的品格 值得我们人生 人来每个人的学习 水最大的品格是水上 利万物而不争 所以我们这个水的 在它的这个 呈相于事的 所有的过程里面说 每个最爱的经历表现就可圈可点 我们人类有很多东西要向我们学习 那么这里有一个关于太和之科技的一个小小的短片 给大家来放一下 水是世界上一切生物 来以生存的源泉 生命因水而璀璨 水运于万物生长 有了水 才有了生机傲然的大千世纪 在人体内部细胞中 70%以上都是水分子 水是决定人体健康的三大要素之首 水是生命支援 更是健康之外 脑子道德经有云 水利万物而不争 李时珍在本草当务中 有专门叙述水部 水为万化之源 土为万物之母 饮食是人生的命运 而人的饮食均源于水 烤水是百药之王 换水是万病之源 美国著名科学家巴克曼提出 水是最好的药 水是地球上最有灵性物质 那么什么样的水 被称之为好水 能让人体细胞快速吸收 加快新陈代谢 增加细胞活力的水 我们称之为好水 那么如何生产出好水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美国科学家发现了一种 与人体细胞振动频率 一致的光线 泰赫磁波 它是光能量的业种 频率在0.1泰赫资 到形泰赫资之间 可以与人体细胞产生共振 从而激活细胞 恢复受损细胞和自由基 排除人体毒素 被科学家称为生命之波 在2004年 美国政府将泰赫磁科技 评为改变未来世界的 十大技术之一 而日本于2005年 更是将泰赫磁技术 也为国家支柱 十大重点战略目标之首 我国政府在2005年11月 专门召开了香山科技会议 邀请国内多位 在泰赫磁研究领域 有影响的院士 专门制定我国泰赫磁技术的 发展规划 深圳新青春 深圳大健康 赫磁功能应用研究所 率先将现代泰赫磁科技技术 运用于健康水的应用 研发出泰赫磁健康水仪 泰赫磁模组 利用水对泰赫磁波电磁骨射 具有很强吸收性的这一特点 通过集中的能量场 引起水分子之间的携震与共振 使水分子间轻氧角度加大 从而达到水分子从团状 变成直面排列状效果 把水的粘度降低了622倍 能够瞬间让细胞吸收 使其血液粘稠 水易预备身体吸收 清理血管里的垃圾毒素和杂质 促进清晨代行 科技创造前进 科技创造美好生活 太克兹健康水 一般升至千家万物 两个猪的将来赫上太克兹健康水 新青春泰克之健康水平 喝糖水好健康 好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这个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交代了很多和泰克之间相关的 在接下来的演讲过程中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交代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具有六大元素 包括了食物空气和水 同时也有含有运动睡眠情绪 这一类的就是我们主观的一些因素 我们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合在一起 就构成了我们生命运行的最重大的轨迹 那么我们发现人的生体占有70%以上是水 那么水是最好的药 没有水就没有生命 那我们也看到水穿越人体六大生命活动 包括了肺部代谢 营养吸收 血液循环 体温调节 新陈代谢 系统平衡等等 实际上我们知道 经常知道我们在喝水的时候 我们会有意识到喝下去的水实际上是什么样的特征吗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 但实际上我们喝水下去之后 可能因为不当的一些过滤措施 会导致我们喝水里面还有很多的漂白粉水垢 重金属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有很多看不见的危机 我们需要注意 那有了泰和脂我们就可以做全面的一个处理 那实际上人对水对身体的重要性非常重要 从这里可以看出 在大脑里面占了75%到85%的空间 肌肉75% 在肺心脏里面占了80% 在肾和肾里面占83% 在消化液和血液里面占到90% 这些不同的比重 看起来是好像无关紧要的一些数据 但实际上它深深的说明了 这个水对我们人起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实际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 水在人体的比重会随着人的年纪的衰老 而逐渐的变少 这就是越到老年 你越是没有口渴的感觉 这个越是没有口渴的感觉 会更加的导致我们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 缺水会导致我们的人体启动一个肝汗管理机制 在这肝汗管理机制呢 我们发出了报警求救的信号 那么这报警求救的信号就会被我们的很多器官认为是一种常态化的病症 生理紊乱最终导致诸多疾病产生 那我们看看 实际上缺水啊 预防疾病啊 首先要从喝水开始啊 多喝水会导致我们身体有一系列的这种反应 当体内缺水10% 人会感到口渴 缺水20% 你的工作效率开始下降 缺水40% 人会感到乏力 迟钝和情绪不安 对压力的耐受性下降 这样会让人感觉到恶心 那么实际上我们了解 实际上有个今天给大家传导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信息 希望每个人今天上完我的课之后 都会深深的了解这个的重要 就是我们以为常识会以为 口干就是你需要喝水 其实口干是我们身体缺水的最后信号 这是不能比这个更加严重的一个信号了 不能再严重 所以口干会导致了很多腰痛 心脚痛 头痛 颈椎痛 过敏症 抑郁症 高血压 胃灼痛 风湿性关节炎 行走 吃腿疼 糖尿病 哮喘 癌症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等到口干再喝水 我们一定要在口干之前就拼命的喝水 那么怎么样做到这样一点 就是不要等到身体对水有需求的时候再喝 而是在身体对水没有需求的时候 就不断的要喝这个水 这个要大家养成习惯 养成习惯 所以从今天上完我的课 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里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 就是我们身体对水的需求 有它固定的一个结论 千万不要等到我们身体缺水的时候再喝水 这个已经太晚了 这个已经太晚了 我们一定要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感觉到口干的时候就喝水 所以我们喝水更要喝好水 很重要的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水才是好水呢 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个好水有一个定义的七大国际标准 包括无干净无污染 小分子团 荣养量高 丰富软硬度 适中 含人体必须的矿物质微量元素 还有弱减性 同时要符合人体生理活动的需要 包括渗透力 溶解力 代谢力 扩散力 都要达到指标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世界卫生组织所定义的国际标准 那么大家也了解到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其他标准里面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我们的水必须具有小分子团 必须具有小分子团 这个小分子团会让我们这个水会更加的容易被细胞吸收 只有被细胞吸收到了水才是真正的这个喝到水 所以我泰河之水健康水有五大特点 这里面包括了增加含氧量 提高细胞活力 提升低盐度 增加渗透能力 一吸收也提升小分子的能力 排毒养颜 提高肤色 综合自由基 达到平衡免疫 以内分泌的作用力 所以这里面包括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来自于公司所提供的四项专利 那么泰河之健康水对我们的深远的影响改变我们生活 让我们可以做到爱润每一人负责千万奖 这就是我们的公司的非常非常好的理念 那我们看到一个现代化的科技的公司可以把人间山泉把这种负离子这样的一些概念空中的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好水之中 这是一个让我们可以逐步祝福可以享受大自然的一个美妙的能量 从这个水里面我们也发现只有细胞能够喝得上的水才是真正的好水 所以我们美国的雷弘弗朗西斯在选择健康艺术上写道 实际上并无成千上万的疾病 只有一种疾病那就是细胞代谢出了问题 这是从细胞层次上来看我们的健康问题 比我们从组织这个器官的角度看我们健康问题会更加深入 也一语更加能够一语中计能够帮我们健康实现根本的好者 所以人类想要健康长生不生病无疾而终要多喝健康好水 多给细胞做水鸟细胞健康身体就健康问题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在这个看到诺贝尔科学家奖这两位获得奖者 在2003年获得诺贝尔奖他们是因为发现了 独特的发现了细胞膜的水通道而获得这个奖的 那么这个水通道对我们的壁包喝水多么重要 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很多人的一些行为 好 那实际上我们了解到细胞膜的水通道是非常狭窄的通道 并非所有的水都能够顺利的通过细胞膜水通道进去细胞 在蛋白的境界中水分只是一个一个穿过的通道进入细胞 所以呢我们了解到我们一旦身体缺好水导致的一些问题就是会形成高血压 高血糖高血脂还有脱发便秘肥胖情绪失控等等的那实际上在这一点上 我们就想到钛核子技术钛核子技术是近年来所发展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技术 它是一种看不见的电磁波 一个钛核子等于一个万亿的赫兹通常用于保持电磁波频率 那么2004年美国政府将钛核子科技评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 2005年中国将钛核子技术列为国家资助十大重点占领目标之首 举全国之力深度研发 那么目前来说钛核子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医学航空 银水和社会环境和生活领域 打个简单比方 如果你现在有空去机场过安检门的时候 人们就开始运用了钛核子技术 不再是传统的X光 那同时最近我们也看到钛核子作为6G的通讯的 里面一个首选的科技 中国在2020年11月6号向宇宙发射了一个钛核子技术的卫星 对钛核子技术做深度研发 那么实际上这会改变我们未来的通讯系统 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那同时呢我们钛核子技术专注人类健康水 它带领了饮用水的第四次革命 那么这个钛核子健康水呢出现了 饮用水市场是一个重大改变 让活性好水人人能喝 然后并对水的市场重组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那钛核子健康水它是真正的满足了要求 它把我们的水从自来水 统装水净化水 一直提升到活化水的直接的 这样的活化水可以带来真正的全世界的人 可以健康的管理的方式改变 那么钛核子健康水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独特而重要的一个水泥 它是一个非接触式的分子活化水缸子 能活化一切可以食用的业绩 这些业绩包括了水 包括了我们的红酒 也包括我们的果汁 也包括了我们的福特家 威士忌 都能够所有的一切的液体 都能够进行处理 处理完之后 损渐它的这个液体分子的粘度 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那么喝起来的感觉也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可以做实验的时候 也会看得很分明 那么因为这种改变 会导致着我们的钛核子健康水 具有五大特点 首先是低粘度 然后抗辐射 杀菌 抗氧化和直量生水 这个低粘度降到了什么量的程度呢 是比这个普通水低了680倍 这个低了680倍 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组织 它能够形成结构水 那么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单个水分子 可以提高升级的排毒解决能力 它的单个水分子就是排练 它不断的激活人体细胞 并能够更多的携带 对人体有益的养分 矿物质和氧气 那么我们也看到 泰荷兹的这个水 也经历了完整的科学检验测试 包括了权威的认证 那么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信息 也是经常在我们做泰荷兹的朋友伙伴们 经常容易好混的一个信息 这信息就是0.96泰荷兹 这是仪器所发出来的光波 但是经过仪器供应之后 那么这个水本身里面已经不含有0.96泰荷兹的光波 但是这个水经过核磁供应测试之后 它会有一个独特的一个频率 这个频率是它的半高宽 而这个半高宽不是显示我们细胞水的频率 而是显示我们细胞它所具有的宽度 半高宽是显示细胞的这个水分子团的大小 而这个水分子团的大小 跟我们整个水的发展过程息息相关 那这里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例来看一下 这是左边是我们长寿村的水 它在里面的那个风 外面的风是普通的净化水 长寿村的水所显现是80赫兹 那么普通净化水显示的127赫兹 这两个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 最新的数据 就是我们核磁供应所测出来的 泰荷兹活性水所具有的7.6赫兹 这7.6赫兹是目前创造了世界最低的核磁供应的水记录 显示了线性的单分子排列 那长寿村健康水只有80赫兹 这两个之间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所以现在大家心里要记住 0.96赫兹指的是光波所发出来的具有的频率 7.6赫兹是我们水经过共振之后 所呈现的核磁共振的半高宽 核磁共振半高宽不代表任何频率 这个核磁共振的半高宽代表了细胞团 细胞分子团的大小 好 那我们也看得到 泰河之浆氧水 它这个跟世界上的所有的其他水比较它的半高宽 宽度 那我们看到雨水具有208 井水103 长寿村的水80 电解水63 胎水53.2 六甲水43 泰河之浆氧水竟然是7.6赫兹 7.6赫兹创造了世界性的纪律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 那我们的直线排列多么厉害 直线排列分子 那么直线排列分子可以创造出结构水 是由一系列的专利一系列的专利所形成的 OK一系列专利所形成 这个泰河之能量发生器 能量发生器 把聚合水分子团改变成直线排列的水 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直线排列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如果不是直线排列的话 那么所形成的这个15到17个人 破坏团兆 是很能穿过一道窄园的 但是一旦是形成直线 行有序的训练就非常容易地穿过窄园 这个细胞的水通道就会自由进出 所以因为这样一个改变 改变了我们整个水分子在细胞里的生产 那同时我们这个泰河之水 也具有非常强的抗菌能力 这抗菌能力在三分钟处理 我们就可以杀死大肠感军和泥色 毛泉菌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同时我们也具有非常好的抗氧化能力 这种抗氧化能力 是比普通的状态提高了四倍 那同时也具有非常强的抗辐射能力 在抗辐射能力三分钟处理之后 抗辐射能力增强了两倍 那么这个泰河之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一方面是饮用 另一方面是外喷 这个在身体各个地方喷出来 可以改变它的不同的地方的环境 那么泰河之喝水的时候 大家也要注意 它也难免出现一些反应 这些好转反应包括了越喝口越干 都是有所有心和打咳 还有不断放屁 排树变 尿含要有异味等等的特征 这些特征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在这下一个环节 大家会很好奇 我们这个水为什么这么好 为什么可以这么快的改变我们生命状态 那我这里非常荣幸的 有一台俄罗斯的 Biowell的仪器 这台Biowell的仪器 我简单介绍一下 它是俄罗斯研发 圣比特巴大学研发了 35人以上 在世界各地发表的论文 都是400篇以上 都是主流的 研究生命科学的一些研究院 在用它来研究我们生命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我给大家呈现我手上就有这么一台仪器 就是我随身带着的这台仪器 非常小 那么在短短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能够对我们的生命能量做一个测试 那么在此机会 我也借着这个仪器 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展示 请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把这个软件打开 那么这个软件也是非常非常的 国际化的一个软件 我来把它改成中文 刚博士打开他的这个发之前 那么给大家一个问信提醒 我看到里面有大概最少有 8到10位以上没有关你们的麦 请你们 我也一个问信提醒 把你们的麦关起来 那么就不会有这个扎声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讲解会 谢谢 好 请大家有看得到我这个分享吗 有的有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那我找到我自己的数据 好 这是我自己的数据 在这里 来 我自己对我自己做一个完整的扫描 好 这是我的大拇指 好 中指 好 好 简单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对我自己的十个手指做了一个检测 那现在马上就看到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我的身体内在的工厂所产生的 我内在的亿万个化学工厂产生的数据 那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工作的原理是怎么样子的 好 工作的原理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大家看到这十个手指的光环 每一个手指的光环就特别 那我们看一下肉手大拇指的光环里面 还有什么信息呢 这是我们的右眼的信息 右眼的信息 这是我们右耳的信息 这是我们的下额的信息 这是我们甲状腺的信息 甲状腺喉咙 这是下额牙齿左侧信息 这个是左耳鼻子上额痘的信息 这是左眼的信息 这边是我们的大脑区皮层的一些信息 好 有了这些信息之后 我们很快会发现 它会快速地形成一个能量场 这个能量场显示了身体的各个部分的器官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我们人体向外发出光环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脉轮 今天很奇怪 我的脉轮是这样一个走势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是我们人是初期 不懂 一个特别的符号 我要记下来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形状 好 那么看阴阳部分的话 基本上我们看得到我时时时时刻在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我有九条经络时通的 这个绿色 绿色的你们数一下 有九条经络时通的 那么那同时看到我们的这个压力是变得比较低的 能量比较高 我们身体左右对身也都比较好 然后身体的这个不平衡程度是最低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 此时时时刻我的甲状腺有一点上火 我的职场有一点上火 发炎 好 看我们的平衡状况 那平衡状况我这里有三个 有四个器官 四个器官面临的是不平衡 这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我的身体的各个器官 头部全部通的 心血管也是全部通的 呼吸系统有两个地方不大通 内分泌有一个地方不通 肌肉五个系统有两个地方不通 消化系统 我们先消化系统 好 消化系统里面是有四个器官不通 我的蜜药生殖系统 蜜药生殖系统有两个器官是不大通的 都需要注意的 好 那么这就是我的整体的一个报告 那在做完这个报告的时候 我就想回到我们的页面来给大家显示一下我的一位朋友 我的一位下相他最初来我们喝水的时候他的一个体验 那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这个一个对比的试验 这个对比的试验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人凶喝水前后仅仅15分钟 仅仅15分钟的差别 他的身体的变化 左边是喝水前的 右边是喝水之后的 你看到他的身体有一些状况的变化 右边那么这些都有很明显的变化 看他的脉轮 喝水前脉轮是比较小的 喝水后是非常大的 这个也排的非常非常直的 那我们看一下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对比 他的压力的对比 从4.64一个超标的状态进入到3.3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他的能量从39提升到54 这个提升也非常厉害 那么他的这个身体的左右对称度是从89 其实到95%很厉害 那么身体的不平衡的压力 从7.83减到3.59 非常的厉害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 这个是身体能量前后之间的转变 身体能量的一个转变 好 身体能量的一个转变 身体能量好 我现在需要谬吗 谬一下 OK 现在 希望能够更清楚一点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他身体的不平衡状态 身体不平衡有12个器官处于阴阳不平衡的状态 但是喝水喝水之后15分钟 结果那只剩下不平衡的器官只剩下两个 好 那我们现在现在来回头来看他的更重要的是他的阴阳状态的改变 阴阳状态喝水之前喝水之前12条经络只有两个经络是通的 你们能知道说你此时此刻有几条经络通吗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数据 这是俄罗斯的先进的仪器 可以深刻的揭示到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能量这些数据和呈现 这是12条经络有两条经络的通 这显然是一个不让人满意的一个数据 那么在看他喝水之后 仅仅15分钟发生之后 他身体有8条经络是通的 有两条变成8条 这都是我们水的功劳 所以说看到这个信息 我希望说看得懂的人都能够了解我们这个太和之水的神奇的魅力 把很多借助于我们这台仪器 把太和之水很多无法显现的状态都把它显示出来 这个是太高等了 所以我也很兴奋 我也很兴奋 有了这个仪器 我的这个怎么说呢 我的这个做业务的这个做业务的分析 这种能力也是得到大家的认可 所以我们先来切换一下 就想下一个主题 下一个主题我们要谈到是水和端裂体 水和端裂体之间的作用 就是我们这个水和端裂体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在加州大学 旧金山分校有两个教授写了这么一本书这几年 叫端裂体效应 端裂体效应非常非常重要 它在端裂体我们都知道就像鞋带一样 它是在我们的这个对不起啊 我这边有点吵 对不起 好马上就好了 好这个端裂体就像鞋带一样的 保护住我们的染色体 在这个染色体保护住 但是我们的细胞分裂染色体分裂 复制分裂的时候 我们端裂体是会逐渐减少的 逐渐减少到最后就没了 那么细胞就消失掉 那同时我们看到压力和端裂体之间 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关系 就是研究表明 就是压力可以极具的降低端裂体的程度 和缩短人的寿命化 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么我们看到 任何可以有效的降低压力的因素 都可以辅助端裂体的生长 从而达到延连易受的目的 所以从刚才我们的最水的体验里面 我们看到最显著的是 在短短15分钟之内 我们的身体的压力 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身体压力急剧下降 所以说这个压力下降 所带来的人体的福利 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想象 所以记得今天的这个演示 为了让大家明白 这个太和之水 真正的是可以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品质 改变我们的人体的寿命 那么接下来我花一点时间讲一讲太和义集团 接下来新的使命和产品发布的进展 太和义集团已经形成了新的战友 新的技术 已经的发展了 这个是非常为人关注的 那么我们看到太和义集团 进行了文化升级 科技升级和模式的升级 好 这个这几个的升级 都非常快速的把我们太和义集团 迅速的形成了一个太和义集团 进行了五个公司 这五公司包括深圳新青春 深圳道义集团 深圳建险 深圳全民大健康 以及太和芝麻健康产业公司 这五公司其同并竟会带来 我们2021年这个太和义集团 的一个深刻的变革 那么在这个深刻变革的体系里面 我们在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我们如果抓到这样好的一个机会 首先我们看科技升级医师 太和之技术 这是我们已有的技术 已经达到了直年小分子 低粘度 以及抗菌抗氧化 抗辐射的一个专业的程度 那太和之波被世界公认为 中医和西医之后的第三医学 在美国和日本科学家研究发现 太和之波可激发人体细胞DNA的 自我修复功能 促进微损款提升器 增强免疫能力 同时我们也看到 科技的升级二 我们公司和全世界 对顶尖的石墨烯技术公司合作 然后产生了一个新的 产生了一些新的跟石墨烯相关的产品 石墨烯相关的产品 那么这个产品包括了和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合作 和英国曼切斯特大学 伦敦帝国理工大学 清华大学 空军经济大学和西京医院的合作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石墨烯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产品 它是可以产生生命光线的一个特有材料 它是可以产生阳光外 它深入我们的体内可以达到六个零米的深度 六个零米的深度 非常厉害 那么这个石墨烯的利害可以用更多的数据来说明 这是一个简单的石墨烯的成状结构的分子结构的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看到石墨烯它所带来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因为它可以从石墨烯产生阳光外渗入人体内 引起细胞分子共振 分子摩擦形成热反应 促使皮下深层温度上升 微循环上升 稍微等一下 我谬一下 我谬一下 我这个周边的这个环境 可能有点不大好 我把它尽量的谬过来 OK 所以 OK 所以 这个 微循环扩张加速血液循环 有利于清除血管存积及体内有害物质 让组织从新激活达到活化组织细胞 防止老化强化免疫系统的功能 石墨烯生命光波产生的远方外渗透能力强 约能够升至到人体6厘米的深度 其他产品约3.5厘米 能量可以更好的被人体组织吸收 并通过血液循环传递到其他器官 那么我们看到科技升级二所产生的石墨烯 这个产生的序列产品是非常震撼性的 可以改变我们未来的整个医疗环境 这是不是一般的小小的改变 另外科技升级三里面也包括了唐钛分子 唐钛分子是与北京大学紧密合作 产生的活性小分子钛和中医相结合的功能石增技术研发 在北大科研科研成果技上 结合中医传承技术研制出创新符合型小分子 符合钛符合的功能钛 那么这个功能钛有什么特点是令人瞩目的呢 它能够快速到达全升到达全升的速度比静脉注射还要快 所以大家要非常非常清晰的看到我们公司所提供的 接下来在五月份左右会推出的新产品 是它的有多具有市场上多大的一个竞争力 那么我们知道唐钛有很大的特点 包括五胎合一超高的功效和性价比 而且包括了钛提取证书 它是获取了国家七项专利技术 获得了瑞士的SGS认证 美国FDA认证 通过了中国国家新分级检测中心认证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么中市也在春节期间准备了这个韬鸡的组合 我们现在新加坡今天已经拿到了最新版的泰盒子 那其实整个公司已经在规划 所有未来参与的伙伴都有机会获得IP原始股 大家要尽情期待的同时也好好调整你的战略 跟紧公司的步伐 然后抓住时机来取得封锁的成果 接下来我给大家再做一些简单的见证分享 这些简单的见证分享包括头发 头发长出来 这是我们大领导George的本人的宝贵奉献 他的头发的状况 那么也同时也看到 这个两个星期之后的头发的一个变化 这里面的还看到头发的同时还有一个糖尿病 医保的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大大的改进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三个月内头发的一个改变 那么更长时间是三个月或者六个月的一个头发的改变 是令人瞩目在这里 那么我们的新加坡领导威廉先生的一个头发 由白变黑的状况也非常引人瞩目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皮肤的提升 这么美丽的这个少女 这个皮肤的这个提升是现象是非常令人瞩目的 同时也看到脸上的座窗 有经过一段三个月半的一个改参 就完全好了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景象附近的皱纹 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那同时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脸上的座窗的一个变化 也非常令人瞩目 仅仅10天而已 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身上鱼有纹 在短短半个小时它是如何改变的 然后也看到脸上的这个在这个窗的变化 包括这个皮肤见证 这个皮肤见证里面这个脚啊 这个脚是长期的这种牛皮犬的这样子的影响 喝了胎儿子水之后的变化 那么这个皮肤病的这个老翁的这个胎儿子的变化 还有被油锅烫伤的这个五天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变化 看到这个这个皮肤变化令人瞩目 这里是我们印度的朋友哈在梅丹的这个皮肤啊 也非常非常糟糕的 然后喝完一个半月之后 它是如何的改善的 非常令人嘴目 这是牛皮犬的一个见证啊 这个是我们的白天峰白天峰的改善 同时我们看到太儿子水对烫伤的一个帮助 非常非常的剧烈 带断泡枕啊 这是带断泡枕非常难搞的 这个太儿子水也进去之后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同时我们看到在婴儿在这个洗澡和喷的第二天就改善了这个情况 好非常令人瞩目 那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些健康健正 首先的看到是我们的中国的陈畅啊 这个女士哈如何啊在太儿子水的情况下 让啊身体啊好转啊让我们身体疗愈 对最终克服了啊乳癌的第四期的这个一个艰难的情况 同时我们看到糖尿病患者这个是如何改善呢 那正是我们守着肿脏的一个消除啊 非常非常的令人瞩目 那接下来是我们糖尿病和血压患者 喝了太儿子水一个月后改善 同时呢我们看得到这里的血量76000 之后从11.3下降到6.8 非常引人瞩目 好这是我们20.6下降到9.4 然后看看这个脚的一个改变太儿子水的脚改 不需要聚角了啊这是我们子宫癌患者啊 一个突出的一个改变 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老板啊有尿酸啊 如何经过太儿子水啊第二天就已经消肿了啊 这是非常非常令人瞩目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也看到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的更多的一些见证 包括了糖尿病还有脸上的斑纹啊 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那同时呢我们看到灰指甲也得到完全的很好的一个处理 啊我们的就是新三朋友的喝这个两星期后 喝了两星期血糖的下降啊非常棒啊 静脉曲张都有办法把它处理好三个月啊 三个月然后这个水宝宝的身体过敏啊非常好的改善 就是关节变形也有些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肛门溃难啊这样子小朋友身上发生的 这也是因人非常感动的 然后我们看到泰盒子处理完了生井 仅仅二十分钟啊 仅仅短短的二十分钟 我们看到生井里面有血液的变化 血液会互相的这个铺开来 然后彼此不像圆的那么那么那 淹的那么紧啊非常的棒 所以我们泰盒子水的十大优势是 它是必需品人人必须要喝 市场的价格比较公道 赚钱快高回报 一次付奖可以用很多年 不用每个月维持 倍增的速度快容易复制 市场新全球刚开始起来 是小小一台机方便携带 可以大量做水固师 而这科技是世界最新的泰盒子科技 所以呢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 给大家介绍我们最可爱的泰盒子技术 艾润每一人福泽千万家 接下来的时间我把时间留给每个人 每个喜欢泰盒子科技的朋友的提问 提问和你们的见证分享 那我提醒大家一下 所有在群里的朋友 如果是新加坡的 你就打一个SG 马来西亚的就打个MA 然后其他国家 就给自己的国家 来打一个 打一个自己的国家的 简单的符号 谢谢大家 还有第一次来的 有顺便打一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把时间留给大家来做 见证分享 来和我们的 做一个见证分享和提问的环节 谢谢大家 罗杰在吗 在的在的 我看到很多都是 当然新加坡有好几个 好多都是马来西亚的 真的 真的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我们都是一个 一个大家庭 也同时看到印尼的 也欢迎你印尼的朋友 或者是我们的经销商 欢迎欢迎 不晓得有没有台湾的朋友呢 台湾的话你就打一个T吧 我看到 我看到 我看到我们的Sofia老师 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 接下来是有没有任何的问题要发问呢 可能你是第一次来听这个讲解会 那么就是在这个一小时里面呢 方博士提到我们泰赫资的公司背景 那么也提到这个泰赫资背后的这个 泰赫资的技术 那么有没有有没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呢 你可以可以发问的 你可以把你的那个麦打开可以问 或者是可以 Excuse me 博士 你好 请问 博士 我马来西亚来的啊 我是黄女士 我有一个顾客啊 他看到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说明 那手册说明书 老人家不可以喝泰赫之水哦 所以他问我 我给他问到啥了 是为什么会这样的 什么问题 我们应用手册那边有写到 老人家是不适合以喝 这个泰赫之水哦 有吗 我们的应用手册啊 我们的那个水仪器啊 一定有一个应用手册吗 那边有写老人家不适合以喝 哎呦 我给他讲的 我给他问到我就啥了 因为我根本都没有用心去读完 OK 这个可能要建议公司做一个调整 我们会反应给公司 好吗 你这个建议非常好 其实我们这个水仪格来说 没有年龄的限制 从婴儿到老都可以喝 对对对对 对我有跟他讲过了 我说我们这些老人家喝的多么好 多么高兴啊 他说你帮我问一问干博士 我说好了我帮你问啦 好的好的 谢谢你我干博士 没问题没问题 从婴儿 从婴儿baby 开始到老年人都能喝这个水 好谢谢 干博士 让我让我回答这个 以有趣的这个回答 刚才我们的这个 发问的这个 发问者吧 我想 当然当然 也让我们可以回公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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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那么我觉得说 稍微开点玩笑吧 因为好多年前 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的这个 所谓的 这个老人 就是 就是 七十一岁 八十岁算老 现在呢 他们已经 整个因为整个世界的 这个 这个健康体系 医療体系 都已经 被改进了 所以人的寿命也跟着 加征 所以他们也 也稍微调高了 什么叫老了 那么 其实在五十岁也叫年轻 所以如果觉得是说 如果那个 老是一个一个数字嘛 那么 当然如果心里不老的话 还是可以喝的吧 对不对 还有问题要发问吗 欢迎 欢迎你们可以发问 任何问题 干博士 你好 请问一下 这个水对这个 黄斑布病变 眼睛的问题 有帮助吗 对什么病 黄斑布病变 眼睛的问题 眼睛来的 眼睛的问题 对 黄斑布病变 这个病症的名称 他是看到东西 然后会扭曲 这个是 对对对 这个是眼睛的微循环 出了一些问题 里面有一些 能量堵塞 和气血堵塞 那么你用这个 钛盒子水 噴 水噴眼睛 坚持噴 可能每小时噴一次 这样子的一个频率 这样噴下来 两三个礼拜应该有很好的结果 你要大胆尝试好吗 好的 有很多的案例之前 好的 谢谢干博士 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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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 眼纸来的 点击 对 他在看到东西 有一个年纪大的顾客喝了水之后 会说他的心跳会加快 有这种情形吗 心跳加快是临时的 非常非常短暂的 如果他的喝的水的量够的话 这个状态会快速消失 在几天之内就会消失 心跳加快 心跳加快在几天之内会消失 所以要放心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好转反应 对某一类客户 安博士 你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Mis Lee 我有一位阿姨 我有送水给她喝 她是这六年来 她是得了那个卵巢癌 一直反复的指数一直很高 所以她这六年都一直有做化疗 但是最近呢 她已经瘦得很厉害了 37公斤 然后医生也说呢 她不能再吃药 因为太瘦 然后我就鼓励她喝 这个太和之水 问题是她喝了水 但是她又呕 她一直吐 然后又吃不到东西 怎么办呢 她的营养完全不能吸收 然后便秘 我问一下这个状态 持续多久了 从我介绍这个太和之水呢 她那个时候已经有 应该有超过一两个月了 一两个月每天都吐吗 她应该一天都至少有两次 而且她呢 我听她的丈夫说 她的那个呕吐的一些呢 一些东西都是一些黑色的液体 有时候 我不懂是不是她那种 癌细胞的一些 肺不好的那些 肮脏的那些液体 我也不懂 我问一下 你的朋友 这些东西吐出来 她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她害怕 所以她不敢喝水 没有 害怕是一方面 就是看到黑色的东西 从身体这边 大量吐出来 你认为 她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她的丈夫说 她开始有消极的一种念头 她就觉得她自己不行了 这是一种强烈的排毒好转反应 比较强烈 因为可能这个人怎么说呢 就是这么多年的化粮 然后这个癌症细胞的身体比较久远 它驻扎的比较深 所以毒素各方面的 在身体停留的也非常久 但是这个水进去呢 能产生这么强的反应的话 就说明这个水 水的频率是对的 它在帮身体清理 要让它以想办法 要让它理解这个过程 大量的排 排 偶促也好 还是什么 排大便什么东西都好 都OK的 只要把身体的毒素排到一定程度 身体就自然健康 但是没有经过这个过程 没有办法 就是她应该要喝多一点水 让她把这些废物排掉吗 因为现在她是 有时候她会抗拒喝水 因为一喝就吐 这是身体的自然反应 如果一喝就吐 就说明她身体的毒素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才会导致这种情形 就是那是 就是忍无可忍的那种一种状态 对吗 一般好的状态 不会突然这么强烈的反应 所以你要坐下来 慢慢的沟通 让它理解这个过程 这个也需要用一点勇气的 你想想看 你要把一条人命拉回来 做已经那么严重的 这个不要花点功夫 也很难办到 而且假如她吐 吐完之后 你要看她是不是越吐 越有精神 还是越吐越虚弱 你要观察 要好好地自己跟她聊 好吗 好 假如她越吐越有精神的话 就是一条正确的方向 那就应该继续 让这个过程 达到一个充分的释放 好吗 好 谢谢 是没有喷 她没有喷 她只是喝罢了 她喝多久 喝了差不多一个月 喝一个月头发掉了四分之三对吗 不是 她是说比平时没有喝水的时候掉了四倍 多了四倍 没有喝太喝之水之前没有掉头发这么严重 喝了就很严重 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没有 她只是跟我讲掉头发 她不敢喝了 那你要观察一下你头发有意的去喷 还是用其他的方式 还有看她身体的那个豪软反应 她有没有嘔吐啊 有没有其他东西排啊 要综合起来看 才能判断她这个头发掉的是不是正常 另外一个有必要的时候 也询问一下医生 这个状况会是怎么样的 医生可能会给她请问一些参考 好吗 好好好 她想现在就stop住闲 您看她的头发还会像之前喝水的时候掉吗 她是想try一下不要continue喝闲 对啊 对这也是可以 这也是可以 OK 谢谢博士 不客气 喂喂喂 你好 干博士 你好 我是马来自马来西亚的 我要说就是刚才我们第一位姐姐 她说我们的手册 使用手册里面有说 有强调说老人家不能使用 对吗 对对对 那手册是在我手上 所以刚才你们一直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就很细心的 再重新读一篇 因为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我也很细心的看 并没有这句话 那我这边可以回答一下 我们的使用手册 我们的使用手册 就是我们的Use menu 那个Telehealth device的说明 第一呢就教我们使用方法 第二注意事项 那第三它有一个问题解答 问题解答第一题 它并不是说老人不能使用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必须要再看一次的 并不是说我们客户问了 我们就认为是对的 那我们公司的说明书写得很清楚 他有一个问答 十一题的问答 那第一题就有提到这个了 有一个人就比方说问我可以每天 每一天饮用太儿子一健康水吗 那公司是说可以 只要你的身体能够吸收 那这边他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有严重的疾病的 有严重的疾病的 和老人和老年人 每天是限量饮用 可以每天限量饮用老人 然后一点点的加量慢慢喝 一点点的加量慢慢喝 后面还有强调 按那个心脏起搏器的 跟注射强心急的病患者呢 尽量不要用 所以我在这边呢 也解答一下我们 我们第一位姐姐问的问题 并没有强调说老人家不能够喝 他是说有严重的疾病 和老和年老和老年人 每天限量饮用 然后一点点加量慢慢喝 对的谢谢你的解释 那我就不要让其他 不要让其他人 因为没有仔细去看这个使用手册呢 而误以为老人家不能够喝 那我手上是很多老人家喝 而且大部分都喝得很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这位大姐的这个 帮我们的这个看这个手册书的这个讲解 刚不是刚我看到也谢谢 在JB的这个蔡先生 那么蔡先生也有 也有用这个字句来打出来 那么就是跟姐姐说的是相称的 谢谢你们 还有一些问题吗 或者是有见证要分享吗 如果分享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分钟短短的时间 刚博士 你好 我是姓温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我有两个问题想要问 第一个问题 因为我对这个太和式水很新 大概有一个星期我才认识这个有这样的水 所以我的知识没有那么深 然后我就想问 我知道那天我看你的YouTube 你有讲到说这个水不可以煮超过45度 是吗 如果我没有错的话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 你说这个水最好不要煮超过45度 但是我又听人家讲说 他们拿来煮饭煮汤 如果煮饭煮汤的话 都已经超过100度了 所以哪一个是比较正确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 好 你说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本人有spinal cord injury 弄到我残肺 我不能走路 我手脚也是有问题 所以我要想知道 这个太和式水 怎样能够帮助我站起来走路 我做鲁鱼的 好的 我有spinal cord injury spinal cord injury 我是上次是突然间这样子 我没有意外发生 我也没有中车祸 我是突然间这样子 因为那个医生讲说 我那时候我的血很凝固 那个凝固的血突然间 停留在我的那个最细的神经线 在我的C6跟C7 导致我的神经线坏了 变成我残肺 不能走路 手也是不好 所以我想要知道 这样好的水 怎样能够帮助我 所以我希望我 有两个问题的解答 谢谢 因为我本人是喝热的 我不喝冷的 好的 好的 谢谢 我曾经一下 我从来没有讲过 这个水不能超过45度 我从来没讲到这个话 水可以烧开了喝 也可以加热到45度喝 加热到45度是一个你的选择 有些人喜欢45度 有些人喜欢100度 都没有问题 你可以随便加热 但是问题是加热完了之后 不要持久的放在玻璃 放在那个金属容器里面 要移到陶瓷或者玻璃的容器里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备 第二个你的spinal cord 你的spinal cord injury 这个形形是典型的 一个气血和能量堵塞 所造成的原因 但是这个钛合脂水 肯定是对你气血和能量 这个疏通是有帮助的 能帮到什么程度 我也真的不可以在此 妄下论断 我不能随便说 我觉得你对这个水要有信心 坚持喝这个水 坚持喝这个水 如果有一天你喝这个水喝了 你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你能站起来 你一定要到群里来大声宣传一下 报道一下 以你的这个状况 你不仅要 不仅要喝大量的水 而且要调整你的情绪 调整你的情绪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我其他的 如果讲的三分钟 调整人的情绪 降低压力的一些方法 你上我英文的平台要用 今天因为时间紧张没有讲这部分 这也是很重要 要控制你的压力 才会帮助到你的身体的康复 好不好 杨博士 你每天的量要有足够的保证 要到三到四升之间 至少要到三到四升 对 我不知道你现在喝多少 现在应该一天也是一两个liter 有时都不到 对对对 你稍微 对你可能要加一点量 就是要大量喝 对对对对 好的 谢谢 杨博士 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 因为我喝了泰克之水 大业有半年了 然后最近有一些缓映 大业四五个月前 我的手镯就是小手臂这边 就开始疼痛 一直疼痛到现在 应该有五个多月了 我的下线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疼痛哈 啊 对 小手臂 我下线跟我的疼痛一样 以前 以前没有喝水的时候 从来不疼痛 喝水之后 没有疼痛过 对对对对 好 这个情形还是比较新的哈 就是 有几件事情 我问一下 你第一你 喝水的量够不够 我 我平均是喝三个到四个厘特 四公升 一天 对 对 这个量是够的 啊 你 你 你 这个 手疼痛 的问题 有没有去看过医生 医生跟你怎么说 因为我以前没有疼痛过 自从我喝了这个水就开始疼痛 后来我看到很多那些 喝了太和纸水的这种 好转反应啊 我 所以我就 没去管他 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我下线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我问你一下你的疼痛有没有减轻 最近 最近一个月是 最近一个月是稍微减轻 前几个两三个月的时候 我整个手路排起来都有问题啊 早上刷牙的时候都很疼痛啊 那么那么如果是把这个当成一种好转反应的话 就是你的这个好转反应是比较聚的 这个比较聚的可能跟刚开始你喝的水 可能是喝水量的不够 可能有一些关系 你喝水量要大 另外一个你也要配合身体的运动 身体要适当的运动 然后打通气血 这些可能你的那个疼痛会逐渐消失 我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下线他自己本身有很多那种黑斑 我看到很多那些家人们有很多那些黑斑的 自从喝了跟碰了都有一些见证啊 好转啊 可是他喝了也是差不多整四五个月还是 还是那么样呢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还是他喝水不够呢 因为我他也是跟我讲 他是说每个月 每天他有喝到整三公升啊 因为他是一个女士了 对对对 他皮肤还是没有好转 还是还是这么黑 皮肤还没有好转是吧 他也是有碰 他也是有用来泡泡脚 要勤力的碰 我的一个朋友啊 他很勤力的碰 一个小时碰好多次 他只用一个月喝水跟碰呢 他的黑斑老人斑全部没有了 这个要勤力碰啦 真的碰很重要 一天要碰几次啊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碰好几次 他是个男的 他已经65岁了 他一个小时碰好多次 碰了过后呢 在他开始用的时候 我跟他拜照的 到过后呢 好一个月过后 我跟他拜真的拖到完 他已经65岁了 男孩子来的 他很勤力的 OK谢谢 另外一个问题是他 另外有一个下线 他也是有那个白电风啊 也是喝了几个月的 还是也是没有好转 可能也是没有碰到不够还是怎么样 尽量叫他们喷啦 我们都是叫下线你们喷 喷其实帮助很多 喷眼睛啊 我这边有他们眼目啊 都喷得好 喷很重要 那一个小时喷 五六次六七次都不要紧了 一干了就喷一干了就喷 他们就是这样喷 所以就喷出效果来了 OK 谢谢 好的 谢谢 我可以讲吗 我可以讲一点吗 来自马来西亚的 这位姐姐 对 刚才那位阿姐讲的对了 我新加坡有一位伙伴 他就是长班的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细心 又很有耐心的 然后我们教他跟他说 一定要努力的喷 他果然喷得很凶 喷得很足够 当我说叫他拍给我 他说真的意想不到 他的手的班已经掉了 然后我说你拍照片给我看 他说已经拍不到了 那个班已经完全没有了 那我另外一个伙伴呢 他的毛孔很粗大的 他喷得太理想了 连连我们也没有想到 他的毛孔细到这样 他喷得很湿的 是喷得整个脸湿湿的 他跟我说才有效 然后他说他毛孔呢 全部朋友都看到 已经很细了 他还说 我们的太和之水 比那名牌的 那个收缩水还来得好 所以这个是我的客户的经验 所以我在刚才阿姐讲的 对 要喷得很足够 如果你要因为班 要去掉班 他就是比较顽固的班 但你要喷得比较多 喷得比较湿一点 他那个一小罐 一天就喷一罐了 谢谢啊 跟你们分享 谢谢 谢谢分享 非常有价值的分享 真的是很难度的体验 我可以回答刚才那位 那个男士的问题吗 就是 刚才他说 就是喝了这个 大概三个月嘛 他的手痛嘛 那么我的这个 一个印尼伙伴 那么他 开始喝的时候 有一些好转反应 不过到了大概第三个月的时候呢 他的 他的脚痛 膝盖痛 他说越喝就越痛 那么我就觉得说 到了三个月再 就是为什么 三个月后才会痛 那么当然因为我不是医生 我只能够用我个人的见解来看 就是说 其实当我们在喝水的时候呢 我们的水的身体里面呢 还在做调整 我们的这个血液啊 都是 都是充满着水分嘛 所以在做调整 所以在做调整的里面呢 那么那个 我的那个印尼朋友呢 那么我那时候 鼓励他继续喝 那么他那时候 三个月的 我继续鼓励他继续大量的喝 过后他就好了 所以我想也鼓励这位大哥 你的手虽然可能这样痛 我也不晓得什么原因 那么我也鼓励你继续的喝 不要放弃 那么当然最终的话 如果是还是很痛的话 我还是说 你可以去看个医生 那么看个究竟到底什么一回事 因为我们不是医生 我们就没办法给一个专业的一个回答 我们能够 我们只能够靠 很小心的 根本能听到他们讲 来 下一位 下一位 干波斯 哈喽 请说 我是刚才那位姓黄的马来西亚的 我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 我喝了这个泰赫汁水 我本来是70公斤的 我的重量 我喝了三个多月哦 我降到59公斤 我已经少了10公斤 所以我要给大家知道 这个泰赫汁水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对于那个操纵的人 还有另外一个经验 还有另外一个经验就是我送水给一个 一个印度妇人 她才44岁 不过四年前啊 中风 她本来是一个糖尿病的人 她中了风之后 她的眼睛啊慢慢的下了 医生已经宣布说她的眼睛已经坏了 而且她的左边 左半身已经是不灵巧了 那么她又去 她去我们的政府部门 福利部那边要申请做一个惨战人士了 那么过了几个礼拜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给她喝水了 那过了几个礼拜 一定的时间到 去见医生 医生要检查她看她是不是惨战了 后来医生说你根本就不是惨战嘛 你的眼睛都可以看到 你的手脚都不是那么僵硬 很明巧啊 我不能够给你这个身份 所以你看我们的水 我自己也预想不到 她才喝了三个礼拜 真是预想不到的那个作用啊 真是非常的神奇 所以我非常的高兴 能够帮到这位印度女士 谢谢 谢谢姐姐的分享 真的很鼓励人心 谢谢 刚不是 对不起 我是刚才姓文的 有spinical problem的那个 我刚才听不太清楚 你讲的那个水啊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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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水啊 就是可以煮多度 可以煮几久啊 如果煲汤 超过一百度的话 maximum 它有maximum的吗 没有maximum 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五个小时以下都没问题 然后 水超过一百度也没有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那如果好像spinical problem 我minimum 我要喝多少 liter呢 呃 三到五个liter 一天啊 三到五liter啊 对 刚开始喝的时候不要喝太多了 你慢慢来 慢慢增加好吗 我现在 这几天 因为我刚刚 认识这个水 所以我 我刚刚喝这几天 诶 我这几天 啊 喝三liter 过吗 三liter喝了感觉好吗 啊 还没有看到什么哦 你你喝完之后 有没有感觉到比较有精神 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什么改变 还是还是 还是有疲劳 还是有其他感觉 没有 没有 没有什么那么你 那么你 那么就是你喝三个 泥特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没问题 对对你可以适量加一点 操准啊 四个泥特五个泥特喝 只要你身体感觉不会有异样的话 你就尽量多喝好吗 哦 OK 然后那个 呃 这个泥特喝水 因为它的泥特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盖 所以可以这样子 expose with the air吗 没问题 可以 没有问题 没有盖 不用紧了哈 对对对 OK 好 谢谢 嗯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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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问我 你说 啊 老师 问一下啊 那个泰赫子 啊 我刚买不久罢了的 我 他们讲及好及好 我就相信我就买了 要怎样去试啊 怎样才知道有什么效果呢 你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问题啊 我觉得我喝了 只是胃口比较好 我不懂要怎样去解决问题 喝了好像比之前 还是没有什么 觉得没有什么好 要哪里去啊 还是一样哦 健康哦 没关系 你这种情形你就到常喝 你现在每天喝几个尼特 三尼特 对 你如果三尼特能够很顺的喝下去 你就适当的加量 炒整四个尼特这样喝 你就保持这个量 喝一段时间你才会有感觉好吗 哦 现在我都很瘦了 喝下去会更瘦 你喝下去不会瘦 你会变胖 这个 这个是双向调节 双向调节 不是 瘦的人会变胖 胖的人会变瘦好吗 哦对啊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啊 如果我家有羊猫啊 胖的变瘦 猫啊 如果那个猫 我一直跟他喷脸 他的眼睛啊 一边不能开了 再跟他喷喷喷喷了 喷一天哦 第二天还是一样 我没有看到效果 是要努力跟他喷还是怎样啊 你需要看到什么效果 他的眼睛一边 不能开很久了 我要喷喷他眼睛 喷了给他眼睛能开 哦 你喷一天 他眼睛就马上能开 这个是奇迹哦 就是你要有点耐心 好吗 继续喷好吗 因为一天罢了 他还不能开我 你喷了几个月了 没有 我没有喷几个月 喷一天罢了 对 喷了一天 他就马上开 你给他多一点耐心 你喷是对的 好吗 多一点耐心 好吗 哦 好好好 OK 安博士 你好 谢谢安博士 你好你好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的下巴这里呢 就是有暗藏 然后呢 我就用 泰荷池水来喷 然后喷了之后呢 我就感觉我的下巴 就是有点刺痛 就是会红 就是那种暗藏的部位 会红会刺痛 请问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吗 刺痛很厉害 有点严重一下 就是会红哦 然后我感觉到他会很刺痛 红哦 你喷水就会刺痛会红啊 对 而且本身我下巴没有做其他的处理啊 就是正常擦我的护肤瓶哦 啊 我有擦我自己的护肤瓶 OK 但是也是少擦了 有靠护肤瓶是吧 就是靠喷 啊 我有靠喷而已 我就不擦那个部位了 我就不擦我的下巴这里了 我就只是一只喷 啊 就是有点 这几天啊 那个一个礼拜多吧 一个礼拜多吧 一个礼拜多每天都有刺痛吗 呃 刺痛是这几天下来比较严重一点刺痛 刺痛的感觉你描述一下呢 就是会呃 因为我是用洗脸肌来洗嘛 然后我洗脸肌洗的时候我就feel到刺痛了 然后也是就是也是会有刺痛的感觉咯 哦 嗯 你你这种情况下只要你能够忍受的话 你稍微能够强忍住 他他有刺痛肯定是在跟牌族有关系 你坚持的喷一下 稍微你喷的频率稍微高一点 看他有什么反应 哦 好吗 好吗 嗯 好了就是就是说要多一点喷 长一点喷啊 对对对对 OK好的谢谢 嗯拜拜 嗯 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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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博士我刚才问了我眼睛为什么碰了会会痛呢 是痛这样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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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也不清楚你为什么会痛 听不到 不清楚啊 然后要继继续喷还是怎样 你痛了几天 痛了几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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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碰了不是痛几天了 有碰就痛了我 这个状况维持了几天 嗯 差不多有两个星期了 哦 哦那你暂时停一下好吗 暂时停一下 然后再看他怎么发展过后你再尝试喷一下看他有什么效果好吗 看他会还会痛吗 因为他 稍微停一下 哦稍微停一下 因为他平时是干涩的 他有放那个碰那个眼药水的 所以他他买了这个仪器他就停那个药水 他就喷这个水 但是有他 喷的时候啊就会痛了我 是痛这样的 对对这种情况你暂时停下来好吗 今天观察一段时间 呃停下来看会痛吗 对 然后再继续用了 继续喷了 对对对对 对 呃 呃 这位可能跟他舒服有关系吧 这位 这位大姐请问一下这个眼药水是医生 眼科医生给的药水是吗 呃是的 啊那么他在喷的时候他就停用停止用了是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对 我建议啊让他能够因为我们不是医生 所以让因为既然是眼科医生给他点的这个眼药水 那么就让他继续点这个医生的眼药水 那么我暂时就不要喷太喝之水 那么当然喝的话是没问题好不好这样 对吗 因为这个水哦 Jesse 是眼科医生要他点 让他继续地用 那么就暂时不喷 不过我们还是鼓励他 大量地喝 他要治水 这样喝就好了 不要喷了 暂时不要喷 先让他能够继续用 他的眼药水 因为我们不是医生 我们就照着医生的指示去做 那么水的话 那么继续大量喝 好吗 因为我听很多个讲 喷了很好嘛 然后就给他喷 哪里知道 他说喷了为什么会痛呢 因为他有听 听那个饮药水 医生的 对因为我们不是医生 我们有办法 说为什么喷了会痛 所以我是建立说 既然是医生 开了放药 让他能够继续点 他的饮药水 那么继续地用 那就这样子不喷先 可是继续鼓励他喝 他喝这水 然后再看一段时间 如果他是继续点 药水 是好的话 那么他真的是需要 用这个饮药水 我们不能够说 叫他不用 因为对他 如果造成什么伤害 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士 我们不是医生 所以我鼓励他 继续照着医生的指示 去点他的饮药水 那么这样子不吭先 可是你还是可以继续喝 大量的喝 谢谢啊 请问你 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来来 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碰眼睛的 我是每天也是有碰眼睛 我相信这个大姐的问题 他们用那个碰 可能直接射在那个眼球 这样对对那个眼睛 很大的伤害 你要知道你用那个碰 有的那个压力太大 你直接射在那个眼球 对你的眼睛是有受伤的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他应该是找那种 那个碰碎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水是很细的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的 这样子才不会 损害到那眼睛 他的是细的 我们买的是很细的 你要检查一下 他究竟是怎样碰 还有他说他的眼睛 是已经一度来 都是很干燥 所以他碰是 一天是碰一次 还是一天 一个小时碰一次 这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因为他眼睛很干燥 你眼睛很干燥 你知道一天碰一次 没有效果的 因为他眼睛很干燥 为什么他要滴 那个水 那个眼药水 这是眼睛很干燥 所以他一定要滴 那个眼药水 所以他假如碰 他以为当作药 来眼药水的药来用的话 一天碰三次 那么一定是没有效果的 还会痛 因为他眼睛很干燥 因为他眼睛很干燥 不是那个洗的问题 你要跟他沟通 沟通一下 谢谢 这样就是要停 还是要继续碰 你要跟他沟通 你要跟他沟通先 看他究竟是怎样碰先 可能他碰的方法错了 可能可以试一下 用洗眼睛 那个艾摩的盖也用洗 比较温柔一点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试看如果真的不行 就暂停 这样再观察 洗眼睛 用洗的 好像那个胎 然后这样开关 开关眼睛这样 对 试一下 可以 洗眼睛观察 如果真的不行 就暂停 暂停再观察 可以了 再穿 就这样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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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其他问题吗 或者是一些 你不晓得 你是刚刚加入的 那么可能对产品不熟 那么就可能可以问一下 产品的一些问题 多欢迎 肝太多 你好 你好 好的 你好 我是来自给人 我想问一下 那个有一个顾客 他是有三条塞主了的 煮塞 三条 煮塞 以身为教育去开刀 四月份去开刀 哪里煮塞 三条 大的三条 煮塞了 那个身上那个三条阻塞 三条大条的阻塞 心脏啊 心脏阻塞 是心脏啊 心脏有问题是吧 不是心脏 他有 那个什么 怎么讲 他在blood vessel 塞住了 blood vessel三条大的 三条塞住了 什么三条 什么三条 那个blood vessel 那个他的blood vessel blood vessel血管 血管对血管 才知道 叫医生要4月份要叫你去 要开他动手术 现在这个水可以怎么样帮到他 现在这么短的时间啊 啊 还有一个月 他几次动手术 4月份了 啊 这么短的时间没有没有包票 很好说这个水一定可以帮得到他 但是喝总是有好处的对他的血管 哦 要叫他喝多少一天 一天如果可以喝的话 喝三到四个力尔慢慢喝了 刚开始从一个两个力尔开始了 他现在喝是1个力尔1.5力尔罢了啊 对啊对啊对啊他他现在可能喝不多 就慢慢的喝慢慢增加了慢慢从一个力尔1.5力尔再逐渐喝多一点慢慢喝热的喝热的进慢慢可能会达到两个力尔这样子 就不错了 我以为喝热的啊 对 是的 如果喝了一个月他会看到效果吗 很难保证如果他在新加坡我可以帮他因为我有一个额外的仪器 对这个会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现在呃也很难啊因为得这么痒 哦 嗯 这样试试看啊 对对对对 嗯 好好好谢谢你 好了 我在开会 入 入 好我们大概我们大约还有15分钟的时间那么 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可以发问 是吗博士请问 请说 博士请问啊泰克之水对那些雨水不平衡的人呢有帮助吗 怎么叫雨水不平衡 像上上额水不平衡啊额水不平衡 额水不平衡有帮助有帮助很非常大的帮助 要喝多久才开始有效果啊 看每个人的情况可能 一到两个月吧 遇到两个月啊 一两个月要喝 对吗才有效果啊 对要喝三到四个里头 三四个里头了哦哦哦哦哦哦也很帮助到了 对对对好ok谢谢 哈喽 威威 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的见证 请说 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的朋友非常好的朋友 他的外甥女在迪迪迪迪迪 那我看到我们公司很多有患于癌症的一些病患者 喝了泰河之水都有很大的受益 所以我跟他说 因为他的外甥女 他的名字叫David Lasme 早上上个月我有放在我的团队 那因为干博博士的课 我想让其他人也一起来听一下 然后我这个朋友 他就为了他的外甥女 既然我有跟他说很多见证 所以我说你不妨试一试 所以他就为了他的外甥女 他就很快的即刻就定了 我们泰河之椅了 经过很用心的喝 经过很用心的喝 他的外甥女是种乳癌 而且他的乳癌是算是末期的 因为一直不敢去开刀 已经长浓了 但是最后也是动手术 只是可能太慢吧 那癌细胞已经蔓延到他的脑了 在两年里面很辛苦 经过很多次的电疗化疗 包括他的头 那就是说 总算把命救回来了 但是还是算是很危险 那在这情况之下 我说你快快喝 喝这个泰河之椅 他在很多方面提高免疫力 抗氧化这些都 都绝对会帮到 他身体的癌细胞 不会再夸散 我只是这样子说 但是他真的很用心 很用心的喝 喝了两个星期过后 就看到效果了 因为这位他的外甥女 David Lasme 他已经两年 他身体没有排汗了 而且呢 他是因为女性的 他两重癌症化疗 电疗过后 他两年已经没有来 那个女性月经了 还有呢 他头发掉光了 那平常呢 人家有些after chemo 他还是头发会长出来 因为他 他的癌症在头脑 所以他要去电疗 他的头 变成头发两年也没有长出来 那他曾经长出来 大概两个cm 又在掉到光光 就是不能够长头发了 那长期戴帽子的 after her 我们的太和之余水 两个星期他排汗 他排汗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我 是那种 很难形容 但很兴奋 他说 真的我的外甥 你可以排汗了 就是有通气的 他觉得这个水很好 在我说 那你继续喝啊 大量的喝 后来他喝到 第三个星期的时候 他再得 再受益了 他的夜经来了 他的夜经来潮了 来了一个星期 非常的黑 然后他看到 他很高兴 然后他的体力 他的精神 完全得到 很大的改善 到第三个星期的时候 他的那个 头皮的那个 毛母那边 已经长出 短短的头发出来了 那到现在 他的头发 已经长得很黑 但是还是短短 但是没有再掉了 所以这个 他有拍一个短片 他有拍一个短片 我也有 send给阿Jos 阿Jos 好像有postside telegram 那我在这边 也跟大家 讲一讲 让大家分 分享给大家知道 我们的这个太儿子 以水呢 对癌症的病人 有很大的 帮助 那我还介绍一个小孩子 也是透过我的主言的 这个小孩子呢 刚才那个 讲完了 到现在他的家人 他的姑姑 包括他亲戚朋友 都有在喝 我们的太儿子水 那接下来 我跟大家分享 一个小孩子 他呢 才四岁 也是很不幸 中癌症 然后 他的癌症是长在 他的 我们叫做 肾脏 肾脏 那医生很快 就把他切除 切除一个肾脏 剩一个肾脏 可是这个小孩子 才三岁多 四岁罢了 那经过朋友 我的主言 介绍很有爱心的 就拿水给他 打水给他 喝 喝了几个月 整个人 整个小孩子 他的 他的怎么说 他的那种 活力 很活泼起来 所以在这个 新年期间呢 他的 也下单了 买了一台 因为很肯定的 这个产品 很有效果 他才买 因为这个孩子 已经他为了 这个孩子呢 他女儿 已经花了 花了很多钱 所以我也很感到 很高兴 很忍不住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 感谢你的分享 这个非常非常 有意义的 就是一方面是 太和日水 本身好 另一方面 就是喝水的时候 的心态也很重要 要对他完全的 无保留的信任 这样子见效 才会非常快 刚才你分享的 乳癌患者 能够有那么 神奇的功效 真的是很难得 其实呢 带这个癌症的病患者 我是很怕的 我觉得癌症 根本是一个绝症 我们的水 这么健康 我们没有必要去 去很勉强 去叫一个绝症的人 很难救到他的 来介绍他喝 我会觉得 会碰钉子 或者是 我们没有必要 因为人太多了嘛 那也很可怜 后来我一直听 我们公司 常常你们讲课的啦 还有呢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 有关癌症的见证 那我的 我就改观了 我觉得癌症的人 太可怜了 如果我们的水 给他一线希望 给他看到一点曙光 我觉得也是很好 那我就改观了 我就很 很赶的 把 share给他们看 这个已经喝到的 效果是这样 这样这样 因为水罢了 完全不是药 你不妨试一试 或者能够减轻 你身体的痛苦啦 或者能够排掉 你那些毒 能够延长 你的生命 总而言之 都觉得都是 都是利比较多啦 利比较多过弊 所以我就 比较有大胆的 去介绍 这个病患者 尤其是癌症的 我今天也是 在一起见一个癌症 你是14岁小孩 我也是祝福他 希望他能够喝到 喝出效果 好 谢谢大家的聆听 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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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位大姐 你刚才 因为我也是 有朋友乳癌 那么因为 我也是 昨天才买的 我今天就 听你们的 这个分享 真的太棒了 你们有这些 录音 就是讲 给我们 给对方听一下 让他更有信心 有见证 真的可以 看到人 可以啊 我这位朋友 他很有爱心 在这个 我观察中 已经三四个月了 我就要求他 拍一个短片 所以 因为既然 这个是完全是真的 所以他就 拍一个短片 给我啦 我有post出去啦 我会放在 Telegram Telegram 我会放出去 好像应该post啦 但是我不太会用电脑 这一类的 他是讲印尼话 但是我们有把它翻译为中文 我觉得能够帮到人 是一件大好事 所以他真的拍给我了 他的化疗的过程 他的怎样 化疗的过程 他全部都拍出来 蛮感人的一个短片 太赫之以水呢 真的是太伟大了 太伟大了 真正的 我相信很多角落 很多人都是需要 太赫之以水的 我们赶赶去介绍吧 这样如果是有这些见证啊 真的是太感恩了 因为 因为我们不是医生 也不是什么名人啊 那么 如果有这些短片来 真的他看到 眼看为凭嘛 有些人是要眼看为凭 我们讲的再好再好 他们有些也不接受 就是怕碰钉子啊 你刚才讲的 真正是太好了 你可以啊 你可以叫你的上线联络我 你可以叫你的上线 你的总上线是谁 可以联络我 可以联络Mr.Joss Mr.Joss会给你的 我觉得上线 你姓什么 你怎么称呼 我是叫陈宝珠 不是刚才分享的那位女士 我是Gigi Gigi Gigi啊 Yes 你是Gigi啊 Yes OK 给我们联系交集找你了 对 我是有我的联络 OK 大家好 Gigi你很伟大 你很有爱心 我的上线是Adelia Andelia还是Adelia 因为他昨天才来 所以我也是不太熟悉啊 不过我叫多几次因为我们是受中文教育的 不好意思啊 不客气谢谢 感恩你啊 非常感恩非常感恩 真的救人一命啊真的是 感恩感恩 Gigi Gigi啊我是Angie Angie你好 你那个Adelia的朋友 他喝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好转反应 他喝的时候因为我开始这样 我叫他建筋式 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我相信因为他做过很多电疗跟化疗了 我们喝太多他也不能够吸收的 然后慢慢的 因为我跟他说 这个有76%的抗氧化 那IC包是艳阳 我听过干博博士讲过嘛 那是艳阳的 我们就喝对东西了 我跟他说你喝了这个水 就相等于你身体来了很多 保安人员 很多security了 那你慢慢喝 不要太快 他就建筋式了 500 然后就11L 最后他喝到 每一天喝两个L半到三个L罢了 Gigi 大姐 我再请教一下 如果是那一个大肠癌已经切掉了 身上吊着两个桶 两个厕所 一个大号 一个小号 然后就是讲他们可以大量喝水吗 因为也不方便呢 就是如果你大量喝水 你一直那个桶一直要去洗 要什么 如果是喝这个 因为有之前有Gi-Mu 现在讲不用Gi-Mu了 那么如果这样喝 你这样讲 其实我们要看重点 以我个人的想法是看重点 那个桶呢 我们不能够为了不方便 为了那两个桶就不喝水 那命是排第一嘛 现在就跟时间在赛跑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不管 我觉得只要使身体有癌细胞的人呢 我起初是真的不敢 现在我很有信心的 因为不是一个 现在我好多个 还有阿罗斯塔的胃癌的 还有一个大肠癌 因为这些呢 暂时我们还没有分享见证 但是全部都是在改善中 那这每一个的癌患者都 让我提高更大的勇气 因为他们只有得到正面的 他们喝下去 并没有给我感觉到 他们是负面 他们真的是整个生命改观 他们觉得他们有生命力了 每一个人如果是中癌症的人 他们很悲观 他们觉得他们很绝望的 根本没有方向了 那我们的水性能够让他看到方向的 那我就会用我们中国 我们用乳腺癌的 那个是最严重的一个 还有公司说有一个大肠癌 B癌 我全部都收集起来 只要有癌症的人 我就把这一堆全部传去给他听 我在这边也鼓励 我们这位姐姐 如果你是我们的 太儿之一的member 或者你已经开始 觉得这个产品很好 你要去做的时候 你一定要收集一些他们 不管是谁的见证 把收集起来 分类出来 那你就会帮到很多人 那既然你刚才讲 你的朋友是这样子的大肠癌 那我们公司有大肠癌的见证 你跟他说 同样是大肠癌 他们都 大肠癌就是那个大肠干菌 那我们的水都能够对大肠干菌 有来到90%的抗菌 大肠干菌 对不对 所以大肠癌大部分都是大肠干菌 过多导致 当然种种原因 那我们应该有很正面的 很直接的帮助 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说这样 那信心事也是 想法跟信心 还是有跟我们干博士想到 你的相信度非常重要 谢谢你 我会跟他解释 叫他天天货 那就是渐进式 渐进式慢慢来 渐进式的反应会来到最少 然后你一下子大量它 突然间反应你也会慌了 那慢慢来 慢慢增加 就是一天喝500ml 然后再起的 530天再起到1L 再起到1L 就是像他可以参别的水喝 就是这个活力水喝 3天500ml 然后吗 因为你500ml的话 你会观察到他的反应了 如果他没有反应 你就直接就加了 好 大概是这样 不好意思大概是这样 那就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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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大爱 非常感动 谢谢干博士的课 让我收益很大 感恩 还有我们的Angie的 谢谢 哈喽 Gigi 我是Angie Angie你好 Angie叫我直接问你 这个礼拜的特别嘉宾 你有空吗 做我的特别嘉宾 不好意思 你看的影片 我看你一下 你看我的脸 这是 你有没有看到我 有 也是美女一个 没有 我都有联系的 我非常欣赏你 我觉得你的课很真 你的课很担心 非常 好 我可以跟你联系吗 可能过后我们 你就发给我 我放去PPT 我不大懂的 我不大懂的 你要教我 我放我放 没有问题 你只把那个照片给我 可以啦 然后 可以帮到大家 帮到人的事 我们要多做 好的 谢谢你 所以我就 给你的电话 让我联系你 好 谢谢 OK 谢谢你 拜拜 Good night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真的谢谢 GG大姐 那么 热心的分享 这个太和之水 那么也谢谢 他所得到的信德 跟大家分享 真是出于 他的爱心跟智慧 那么也谢谢 这个蔡先生 JV蔡先生 还有也特别 感谢NG 那么因为他们在背后 在那个 为我们解答一些问题 就是 那个 那个 Message 谢谢晚上 谢谢今天晚上 大家的出席 谢谢 耳鸣症有没有听过 听说过对耳鸣有帮助啊 对这个水对耳鸣帮助非常大 耳鸣的主要的问题是它能量不平衡 这个水对耳鸣帮助 这个水对耳鸣帮助非常大 两年前开始吧 那时候可能是刚生长后 然后操劳过度又工作太压力 又连续几天他没有睡到觉 所以就开始耳鸣 一直到今天大概有两年多了 很严重的 有时候声音他讲 一直操劳到他 医生讲没有得医吧 对的 耳鸣帮助很大 你要是 要一天要喝多少分量 要怎么样喝法呢 我因为刚刚买到的 在耳鸣开始然后逐渐增加 最好能达到三个liter 能够要喝热水 要喝热水 要先达到三到四个liter 三到四个liter 有没有人试过 有好像多久会有 可以看到耳转黄音 有一些案例 但是时间都不一样 就是这个跟各级情况 很很跟各级各级的情况 我明白明白 但是有耳鸣有帮助啦 对对对肯定有帮助 我看到有人讲摆头发都可以变黑是吗 有这样的案例 有的是要半年的时间 要非常有耐心 我记得我一天碰几十次 一直碰碰碰的看一下 对啊每小时碰一次 噢就碰碰它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哦OK 谢谢啊你耳鸣句好喝温的是吗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我可以讲一些一点东西吗 关于那个耳鸣的 因为我本身也是有这个问题的 其实我还没有喝太喝水的时候 我是没有那个耳鸣的问题 最近又那个耳鸣又再回来了 但是我认为 最主要还是自己的情绪 还有压力的问题 当然太喝水是有多少有帮助 好了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这个热烈的出席 那么再次特别感谢 当然鼓励你回到你 回到你去 你自己家庭医生 那么啊 声明说我们 太喝水其实呢 不是什么 鲜丹也什么 也不是什么领药 当然它的水就是因为非常好 因为它能够降低 粘稠度 那么而且是抗氧 抗辐射 所以它 当这个 而且它的这个 直练性的细胞 很容易被细胞吸收 所以它就有很多这些好的因素 能够改变我们的身体 一个好的环境 所以当身体有好的环境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好的治愈能力 所以我在声明说 它要治愈本身呢 并不能够治任何病 只是说 我们大量喝的时候 身体有好的反应 好转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身体在做工 所以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初级 那么祝大家 这个 今天是人日嘛 就是祝大家这个 生日快乐 也祝大家在新年的期间呢 就是蒙恩蒙福 那么让今天大家 祝福大家 今天有好的睡眠 那么明天 新的一天启动 有新的太和之力量 与你同在 谢谢大家 晚安 晚安 谢谢Roger 谢谢大家 晚安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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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正式 今天晚上结束 谢谢大家的 这个 这个 多数宝贵的时间来聆听 来发问 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的这个NG 那么她也是很棒的 其中一个讲员 也鼓励你们 可以上她的这个 讲解会 就是Zoom Link 回到你自己的这个群组里面 那么就可以 收到这个最新 Zoom Call的这个 下一轮的这个 讲解会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